那一樣我就用200-200好了 因為他們高度應該是要一樣才對 才能夠對稱 好,那現在我有 padding 200-200 我們來看看現在長什麼樣子 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 content 這邊 這裡就是我的 content 然後左邊是 150 右邊 margin right 我是設定 150 然後 padding 這裡是 200 然後往下也是 200 大家都一樣 所以就是設計出來的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網站系列 這一集我們要來建立網頁的排版 我們要建的排版是長得像這樣子 首先我們有一個 header 在上面 三個欄位 左邊欄位 中間欄位 以及右邊欄位 最後還有一個 footer 如何建構網頁的排版像這個樣子呢 我們這一集就來學一學 網頁排版非常重要 主要的目的就是讓你的網頁看起來景然有趣 網頁排版的方式有很多種 這一集我們即將要用到的 一些比較簡單的 CSS 程式 像是 padding, margin, float 等方式 來建立這樣的一個網頁的結構 需要強調的是 這一個網頁具有響應式的功能 也就是它會隨著螢幕的大小 而有所改變 你看到這樣的變化 那怎麼樣做呢 我們現在就開始 好 我們現在開始 首先第一步在你的桌面上 建立起這個資料夾 建立起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我把它改名為 CSS Layout OK 版面配置 排版 好在哪邊 在這裡 OK 建立好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建立一個新的網頁 麻煩你開啟你的網頁編輯器 在這裡我使用的是 Visual Studio Code 因為免費 簡單使用 同時相容 蘋果電腦以及微軟 好的 如果你也使用的是 Visual Studio Code 麻煩你建立網頁資料夾的入境 在這個小圖示 按下去之後 麻煩你按下 Open Folder 按了之後 麻煩你到桌面 桌面裡頭有一個東西 叫做 CSS Layout 也就是剛才所建立的資料夾 按兩下打開 打開 打開完之後 按下 Open 這樣就會建立資料夾的入境 建立完資料夾的入境之後呢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麻煩到 File 然後按下 New File 這樣你就會有一個新的檔案在這邊 然後它說你要 Select a Language 麻煩你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 HTML 這個程式語言 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有 HTML 的程式語言 右下方可以做確認 HTML 好了之後 麻煩你儲存 儲存的過程中 它要問你的檔案名稱 麻煩你改成 你所要的檔案名稱 在這裡我就把它取名為 Layout 我們要建立的是 三欄式的一個版面架構 好 Layout 好 儲存 儲存完 我們就有第一個檔案 也就是 Layout 打 HTML 好 那在這裡我們就建立網頁架構 那網頁架構如何建立呢 我在這個系列的影片裡頭 有第一集有提到網頁架構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一集的網頁架構的內容 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網頁架構長成這個樣子 在這裡我就不多做說明 我就直接把程式打上去 好的 這裡有 HTML 斜線 HTML head 跟 body 這就是結構 在 head 裡頭呢 我們打上 title 就是標題 在這裡我們就打上排版 排版 奇怪 排版 排版 PLG OK 這個是三欄位排版 三欄位 三個欄位的排版 然後接下來我們必須要有 meta 這個 meta 非常重要 charset 主要的目的就是 避免有亂碼的情形產生 所以它是一種格式編碼 UTF-8 是一個比較通用的格式編碼 好 有了這個架構之後呢 我們在 body這邊就可以建立 我們要呈現的網頁內容 由於這一集我們要建立的是 總共有五個東西 第一個是 header 第二個 side bar 就是側邊欄位 然後 content 內容 右邊欄位 以及 footer 所以我們在這個結構上面 我們必須要有五個標籤 五個重要的標籤 來建立這個結構 好的 在 body裡頭呢 我們第一個 我們就是用 div div 這個標籤叫做 division 也就是一個 一個區間 OK id 我把它取名為 叫做 整體好了 整體就是 oh ok 所有的東西都在這裡面 那這個 div 裡頭呢 我們要建立 首先 header 所以 div id id 這個標籤就是必須要獨一五二的 我就把它取名為 header ok 然後呢這裡頭我就把它說 叫做 header 好了 header 然後呢 div id 在這邊我們來做一個 sidebar left ok 左邊欄位 左邊的側邊 ok 左邊側邊欄位 那這個叫做 sidebar ok sidebar 然後底線 left 然後呢 我這裡有打錯字 div 不是 idv ok 好再來 我這裡就複製貼上 可能比較快 然後右 right 然後這裡是六 right 然後呢 我們有左邊右邊之後呢 我們還有 content 好這裡 content也就是中間 content 內容 然後最後呢我們還要有一個地方叫做是 footer 就是最後 footer這種東西在這個很多網頁都有 你如果到一些比較大的網頁 通常都會有 header footer content 這些東西 不一定會有 sidebar 但是呢 footer跟 header通常都會有 好的我們已經完成了結構了 這是 html 你現在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你的網頁 我們現在就開啟這個 開啟我們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在 我應該是取名為 layout 對不對 ok 然後把它開啟打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的 結構 你會想說這個怎麼可能會變成這個呢 css 就是這麼神奇的東西 它可以把它 變換成這樣的一個格式 好 我們來做看看 那我們有完成了 html 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來做 css 麻煩你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檔案 file new file 你就一個新的檔案 這個檔案呢 你可以選擇語言 語言麻煩你選擇 css 按 enter 這個就是 css 你可以到右下方做確認 你可以看到這是 css 好的 有了 css 之後呢 我們呢就要來儲存 儲存起來 這個 css 檔案呢 麻煩你把它儲存為一個名稱 我把它儲存為 layout 好了 好 儲存起來 儲存完之後 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 html 要去連結 css 所以麻煩你回到 html 然後呢到這個 斜線head之前 這個地方 我們來做個連結 連結叫做 link rel是 relation stylesheet ok style 好然後呢 href 就是連結 hyperlink reference 這裡麻煩你選 layout.css 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成功的連結 我們的 css 檔案 所以這個程式碼 就是去連結這個檔案 就這麼簡單 好儲存起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 我們即將要用 css 來將我們的 這個程式 我們的 html 變成有版面的結構 好的 那怎麼做呢 首先 首先我們先來針對 整個全部的內容 來做一個設計 現在呢 整個 我們先來做一個 嗯 一個背景好了 一個背景 顏色 那整個背景是哪一個呢 是這個 ok 為什麼呢 因為它包含全部的東西 所以它就是我們的全部的 一個整體的架構 所以在這裡就麻煩你打上警字號 為什麼有警字號 因為 在這裡用上了 id 看到 id 用警字號 看到了 class 的話呢 用什麼呢 用點 OK 類別用點 id 用警字號 這是規定 ok 好 有了 oh之後呢 我們就鎖定了 這個程式 這個 css 選擇 接下來屬性 我們把 width 用成百分之百 它就會整個涵蓋整個螢幕 那除了 width之外呢 我們再加上這個背景的顏色 background color background color 好 你喜歡什麼顏色 你自己選 事實上呢 這個顏色待會都會被覆蓋掉 OK 這個只是目的 只是讓我們知道說 呃 長了什麼樣子 那在這裡呢 我們要用一個東西叫 margin 為什麼呢 margin呢 如果你有看過我 css的有一集 叫做 box model這一集呢 margin就是要把這些 外部的這個 這個外部的東西呢 把它移除掉 沒有移除的話 有時候都會有個白白的東西在這邊 所以呢 我們就用 margin把它移除掉 然後 在這裡我們再用一個 font size 好了 就是這個字體的大小 我們都改成 14好了 好 現在你把它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你的網頁 你就會發現 這個顏色變了喔 但是它不是變整個 因為我不是針對 body 去做顏色變化 我是針對 all 去做變化 在這裡 body就會整個網頁 那我現在只是針對 這一個 div 這個區塊 來做顏色改變 所以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成功了 這個連接到的 css檔案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 先來做 head header這個標籤 好 header這個標籤呢 打上幾支號 header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裡我們用header 首先這個header呢 根據我們所要設計的 排版內容呢 它是涵蓋了整個 螢幕 我們應該可以打上 width 但是呢 100% 所以我們不用用 width OK 因為已經有了 在 all 這邊已經設計了 所以我們不用 width 那背景顏色我是可以做改變 我們來改變背景顏色 好 background color 你喜歡什麼顏色呢 在這裡 我不小心按到了 嗯 事實上這個顏色也是可以啦 那我就用這個顏色好了 那這是我的 background color 那接下來 我們可以來儲存起來看看 重新整理 這個網頁 重新整理 好 現在這個header就變成藍色 那現在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必須要置中啊 第二個 這個空間很狹窄 如何增加空間 如果你有看過我box model那一集的話呢 你會知道 增加這個box裡頭的空間 我們程式語言要用 padding 好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修改 首先這個置中 我們可以把它套用在 all 這裡 所以在這裡呢麻煩你到 置中 text align 到 all 這邊 打上 text align center 把所有都置中 同時啊 我覺得這個box size 我剛剛看了一下有點太小 我把它改成20好了 然後呢 在head這邊 我們打上 padding 因為我們要加上空間 空間我們可以用百分比的方式 我就加上了5% 來看看可不可以 好 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看看你的網頁 重新整理 好了 現在有的header在上面了 OK成功 那 確實是百分之百 置中 然後這是置底大小是20 OK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 用一下這個左邊這個好了 這個 sidebar left 這個 好 那那個的 id 是什麼呢 在這裡 叫做 sidebar left 好 那 就打上頸字號 sidebar left 好 那 顏色要什麼顏色 我來看看 我就用藍和綠色好了 我選個綠色 OK 左邊 我用綠色 然後呢 左邊這個同時啊 我們也必須要有一個空間 因為在這邊你可以看看 它的空間也是很狭窄 所以呢 我在這裡用 padding 呃 那這個 padding呢 我們必須要設定上下的空間 OK 如果你有看過我box model 那集 你會知道如何去設定這個上下空間 你要打上四個值 分別是上 右下 左的值的空間 所以在這裡上跟下 我把它加上200 那寬呢怎麼辦 寬我們可以直接去設定 width 在這裡有設定150px pixels 如果不妥的話 我們再做調整 然後呢 嗯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叫做 float 因為呢 這個我們的 left 的 sidebar 我們需要把它扶到左邊 所以在這裡要用 float的方式呢 然後選擇這個 left OK 這樣它就會扶到左邊 好 麻煩你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現在 sidebar 左邊就跑出來了 這裡是150 如果你想要寬一點 你可以設計寬一點 然後呢 這裡是200 OK 上面200 下面200 這是 padding OK 我剛剛設定的 padding這邊 設定是200 如果你要再長一點 你當然也可以設計長一點 全部都是由你來控制 那有了左邊 我們當然也要右邊 左邊右邊非常的相似 所以我們就複製貼上就好了 複製 貼上 不過要做一些調整 這裡不是 left 這裡是 right 然後 顏色我就保持一樣好了 然後上下也一樣 寬度也一樣 但是這個 float 必須要更改成 right OK 所以一個左一個右 好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你看現在右邊就多出了一個 sidebar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然後 header 現在呢我們來處理中間這個 content 好麻煩回到程式這邊 content 它的 id 是哪一個 是這個 content 好 所以我們知道 在 css 裡頭 我們就要用上警字號 content 然後呢 第一個我們來改顏色 我就複製貼上比較快 複製貼上 顏色我把它做一些改變好了 因為在這裡我已經有 我把它用成粉紅色 好有的背景呢 那 content 在中間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 float 這個 float 這個東西呢它沒有中間 OK 它有到左邊 它有到右邊 它有繼承上面之前的 但是它沒有中間 所以如何把這個 content 這個 div 這個標籤移到中間 使用的方法就是 你要去做個簡單的計算 OK簡單的計算 怎麼計算呢 因為我左邊 總共佔了150 右邊佔了150 所以我可以在 content 這邊呢 用這個 margin 方式 來做調整 margin 然後呢 left 150 為什麼 因為左邊有150的寬度 所以就把它移到 left 那 margin left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有看過 box model 那一集啊 在 margin left 就是 box的外面 這裡就是 margin 這裡都是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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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就是左邊這邊 我要有150的空間 就是這樣子 同時 右邊 也改成 margin right 150 這樣的話呢 左邊右邊就會有150的空間 有了這些空間 我們就可以做出這個中間的位置 那同時呢 我們還加上 padding 為什麼 我們想要有上下的寬度 把它增加出來 那一樣 我就用200-200好了 因為它們高度應該是要一樣才對 才能夠對稱 好 那現在我有 padding 200-200 我們來看看現在長什麼樣子 組存起來 重新整理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 content 這邊 這裡呢 就是我的 content OK 然後呢 左邊是150 右邊 margin right 我是設定150 然後呢 padding 這裡是200 然後往下也是200 大家都一樣 OK 所以就是設計出來的 如果你的寬度想要設計的是200的話 那你自己就要做調整變成200 OK 就自己做調整 它的這些數值 都是要經過一些設計的 經過一些計算 然後把它量測出來 好的 最後就是footer footer就簡單啊 footer就是跟header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就複製貼上就好了 好 我就到header這邊 跟改名稱 footer 內容我就不改了 我就把它變成一樣的 鎖存起來 重新整理 那我就完成了這個版面的設計 透過 margin padding float 這三個東西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整個版面把它設計出來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現在大家很常用手機 如果你用桌機 OK 桌上型電腦的話呢 這個螢幕大小是OK的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手機是這種長條線呢 你現在有問題了 你left right 跟content 基本上集成一團 所以在手機版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會設計 所謂響應式的一個網站 也就是它會隨著螢幕的大小變化做調整 這個版面做調整 如何用呢 我在這裡就把它刻意的變小 如果是手機版 我就把它刻意變小 這樣子呢 它的content就可以跑出來 怎麼用呢 我這一集其實不是重點在這方面 但是呢我還是做說明 那使用的方式就是 Admedia 我會有專門的一個影片 來介紹這個Admedia 這個東西 它做什麼用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先把程式打完 wi max width 然後600 然後大括號 這什麼意思呢 Admedia 就是這個螢幕啊 當它的最大的寬度到600的時候 以下的時候 它就會套用這個CSS 也就是說如果螢幕大小是大於600 CSS在上面這邊 如果小於600 它的CSS就會變成這一個形式 那這樣子就方便多了 我們就可以重新設計 這個左邊跟右邊 以及中間的大小 來設計出所謂的手機版的網頁 那好 裡面我就放進去 那怎麼辦呢 麻煩你先到這個sidebar left 這個 還有right 還有content 這三個東西把它儲存起來 因為呢 當我們變手機版的時候 這三個東西的大小 必須要有所調整 所以我就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完了之後 我要來做調整 首先啊 這個顏色你可以做變動 但我在這裡就不變動了 這個高度 上下的高度 我就不變了 但是呢它的寬度 由於是手機版 必須要窄一點 所以把它調整成80好了 同樣的右邊 我也把它調整成80 然後呢 content 由於變成80了 在這裡我們就不能用150 我們就要調整成80 以及80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調整大小了 好 現在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看看 我們先看桌機版 也就是桌上型電腦版 是這樣子的版面 現在我要變囉 我要把它變成手機版 你看一下喔 你看 它有一些變化了 這個我事實上還要做一些調整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左邊 它的右邊 現在就已經做調整了 現在這裡變成80 原本是150 現在都變成80了 OK 那你想說 這個怎麼辦 這個變成這樣了 手機版通常呢 會有很多種調整的方式 有一種調整的方式 就是把字體變小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但是呢 我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做影片再做多一點說明 你可以做很多調整 像Found Size 我就把它變成12就好啦 OK 手機版 我們字體就把它變小一點 OK 變12 所以左邊12 右邊12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字體應該可以放進去 我們來試看看 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看看 OK它放進去了 但是它現在出現問題了 你看看它這個 因為它字體變小了 所以它現在跑出這一個空間出來 所以字體變小了 會有出現問題就是 它的這個上下的空間 會有狀況 如果這個問題產生 我們就要做這個 Padding的調整 我把它調整成 上右下 在下這邊我加220好了 下這邊我加220 看看有沒有辦法改善 好 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太多 OK太多你看到有沒有 爆出來了 那我現在用210好了 210 所以在這樣子的微調整之下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 這個響應式的網站 你看到沒有 現在是桌上型電腦版 現在是手機版 那就沒有所謂的這個空白的出現了 OK 那我們就成功的完成這個版面的設計 同時它也具有這個響應式網站的 Responsive Web Design的一個功能 最後呢 我在猜想你可能會有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這有白白的 這有白白的 有時候啊 你這個 Margin 預設0的時候 它還是有空間 在這裡 我們O這邊對不對 我們是有Margin 還是有空間在 預設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把它除掉 如果你不喜歡白白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 負的 負多少 我也不知道 負10看看 負10 儲存起來 你看到現在有白白對不對 重新整理 就沒有白白的了 OK 它就把它整個吃掉了 這裡不是啊 這個是這個捲軸的地方 所以這個不算 所以這裡白白的不見了 上面白白的不見了 下面是有啦 下面是有 但是下面就是可以根據你的網頁的大小來做調整 如果你個人不喜歡這樣子 你其實也可以做這個高度上的調整 OK 那在這裡我就是先做到這邊 因為這裡已經全部的完成 那 好 這就是版面的配置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麻煩告知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 這個版面的配置呢 有很多種方法可以做 我現在做的只是其中一種方法 事實上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之後還會有一些方法 像是flex flexible的一個方法 flex flex 還有就是用boostrap 建立這個 想意識網站的一種 一種很快速的製作方法 那我會在之後做說明喔 只是要跟你強調就是 方法很多種 在這裡我只是用的是 margin 跟pending 還有flow的方式來建立 OK 我會把這個網頁的完成版 上傳到我的網站上面 你可以下載 那這個程式內容 我也會全部上傳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麻煩在留言區上留言 謝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麻煩你按讚 好不好 支持一下本頻道 也可以訂閱 謝謝你們 拜拜